一起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交音 自强您好 我们是国内新锐的一个美容仪的品牌 我想提供一个岗位给你 就是新媒体的主播 加一部分的运营 工作地点呢 你来选择有两个 一个是杭州 就是一个电波 底芯5K 然后加上一部分这个电波的收入提成 因为我们总部在深圳 然后如果你在深圳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学习的空间 跟那个舞台给你 那么我在深圳提供给你的是 7000加3000的绩效的这么一个收入 我觉得足够满足你现阶段 在深圳的个人 或者说初步组建家庭的 这么一个开支了 谢谢 希望你能加入 谢谢 你可以问他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谢老师 如果说我重新踏入一个 工作岗位的情况下 我是一个白纸 最关心的就是 你能给我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主播 就是说能对得起你这个价位的 我感觉就算可以了 好 那个 小伙子想挺远 对对对 挺好 我觉得 挺好 我觉得就是第一 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知 不是说我是一张白纸 其实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艺的一张白纸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说 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就是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团队 他们会给你打造一个 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发展的平台 你在这里边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充分展示你的这个才能 和你做演员的这个天赋 好 谢谢 需要跟王悦商量一下吗 商量一下也行 来 有请王悦 商量一下 两人合计合计 好 翟自强先生 你的选择是 选择小燕老师 稍等 再问一下选择哪个岗位呢 挑战一下深圳的吧 好 祝贺翟自强 也恭喜小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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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句啊 王悦是做什么的 我目前是做梅家梅姐的 哎呀 巧了吗 萧音这边 米谷智能还真就是 美容仪器设备的这个 那你们俩一起来吧 台下可以再聊王悦的事 对对对 感谢萧音对于我们求职者 翟自强 全场从头到尾的支持 最后 我想跟王悦说一句 可能啊 他过往的技能 单薄了一些 但他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不为了别人 其实就是为了你 给他时间 让他好好学习 不断成长 你也争口气 希望你在萧音那里 能够不断地成长 成为一个 能够为企业创造 巨大价值的优秀主播 好的 谢谢老师 感谢你来到 非你莫属 再见 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 全篇 2010 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 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和工商信息发送到 非你莫属 招聘全篇 at163.com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